啊啊啊 好 呃 今天來教後製教學 300 啊不不不 3萬訂閱的回饋 他媽拖到4萬台沒錯 好 呃 第一個是因為沒有時間啦 第二個就是 不知道要拍什麼 不知道有什麼好教的 感覺大家 就是網路上面找一找教學都有 不過 既然是回饋還是稍微教一下好了 那 這一次的後製教學 我大約會分 最多啦 最多分三集來教 就是會教你們 比較基本的 例如說上字幕 簡易特效之類的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本身已經好久沒有碰過 Sony Vegas 破了這個 後製完體了 因為 啊我現在主要是在用 Premiere 去撿 這幾個軌道就是 你看它上面有寫說 軌道號碼 啊有那種 類似這種喇叭那個圖案 它就是 音軌 就是我們這邊這一個 啊上面就是視訊軌 啊其實事實上 它們兩個是可以分開的 你只要點右鍵 然後再點 這個嗎 不是啊 乾淨 移動 不是 好我們就先當沒有這回事 好了 我們就先 好反正 這是視訊和那個音軌 好先講 好講那個 軌道講完了嘛 啊再來講那個 快捷鍵 我記得我常用的快捷鍵就是 S S 這樣 分割 它可以把影片的 一個部分 分成兩個部分 啊我是有一個 因為我是有用那個 滑鼠的那個 快捷鍵 不知道大家 不知道就是 就是我之前有設定好了 啊它就是 點一下鍵 它就直接馬上復原 就是不用再點 好上一步 好這是題外話 所以這個我常用的 它叫做自然波動 自然波動就是 這裡刪除嘛 它刪除之後 它是沒辦法貼起的 啊如果你是 這邊不要的那個片段的話 你事實上是可以 點剛剛的那個自然波動 它可以自動幫你往前推 這算是Sony Vegas 不錯的 一個功能 Premiere好像沒有 然後這樣子 自動貼起 好我們再開一次 好分割 然後 刪掉 啊幹你捏 刪掉 好自動貼起有沒有 很神奇喔 啊記住你 如果你不要的話 你就直接把它關掉就好 好現在這個如果是 我們要它打噴嚏的片段 我們就分割 然後這邊也分割 換上我們剛剛的自然波動 這個是誰啊 好我笑的地方 我笑的地方 我也要截取下來 那我就 再分割 再分割 然後中間的話 我們就不要它了 就點Delete 大約是這樣子 很簡單啦 如果你平常有 就是稍微學一下後製的話 基本上這個對你們來說 沒有什麼問題 你影片需要開場的話 但是你不想要就是直接這樣子 突然跳進來的話 你可以用淡化的方式 來大家看這邊喔 這裡 有一個扇形的圖案 你要靠近 你一定要很靠近這個角角 你把它拉出來之後 它就有一個 自動淡化的那個方式 音效也是一樣 音效的話它也是 也可以淡化 這樣拉出來 如果你想要換其他的 轉場的話 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直接把你的那個 你剛剛拉出來的扇形 直接把你 你要的特效拉進去裡面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你還想要再做更多微調 它這裡有個時間軸 WTF 好 OK 這個 這個時鐘應該是個裝飾 好 沒關係 有沒有 這個閃光就出來了 我是不太建議說 用太多這種特效 基本上像我平常那樣子 就是直接跳檢核比較好 好 接下來就是要 租出影片 租出影片我們要怎麼租出呢 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藍藍的 這個就是你 之後要建構出的地方 好 比如說 我全部都想要的話 我們就直接 全部拉起來 你沒有拉的話 這很慘 好 再來點檔案 再點建構 再來就是 找出你要輸出的 類型 好 比如說 我想要輸出MP4的話 反正它只要有 那個副檔名有寫MP4 那你就可以安心建構 好 OK 找到了 這就是1920x1080 最標準的 建構類型 點下去 好 結果它就開始建構了 好 那今天的教學 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其實很簡短 簡短到不能再簡短 那種 第一集我們就先講的 比較簡單一點 讓各位去慢慢摸索 慢慢熟悉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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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